第一波,反倒逻辑一般来说,龙头骨的主升加速阶段,就是一路连板上去,比如万兴科技的九连板,贵州燃系的八连板,永和制控的七连板等,对于这些龙头骨们来说,总会有类的时候,也就是涨停不了了,或者见顶要调整了。 这个时候,通常来说,龙头骨都还会有反倒涨停的概率,逻辑是一波强势主升走出来后,上涨的惯性并不会马上戛然而止,这也是一种短线常见的操作手法。 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概率比较大的龙头骨反倒类型以及相应的参与点,希望看过这篇文章,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实战中也能运用到。 注意,这节可讲的前提是,龙头骨,我们做的是龙头骨的反包,不是爱猫爱狗随便一个股的反包,关于什么是龙头骨,已经在原来的复盘里说过太多次,这里不赚述了。 短线的很多交易模式,其实针对的都主要是龙头骨,交易起来胜率最大,回报最高,也就是性价比最合适。 第二步,反包的形式,高位股手印反包,这种值得是高位龙头骨,至少五百以上的龙头骨。 第一次出现不涨停了,分歧了,然后出现的反包,手印手印,关键就在于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反包的概率最大。 逻辑就是,一个龙头骨会直接死掉,总要回光反照一下,就像你白米跑到终点撞线了,总会有个惯性继续跑一段才能停下来。 一,买点,对于这类股的买点,一般可以是首次分齐的盘中,分尸及杀点低息,或者当天尾盘的竞价,这样的优势是有个先手。 第二天可以从容的止盈,当然,也可以第二天开牌后低点买入,那样就要T加一卖出。 二,卖点,对于手印来说,博弈的通常是次日的反包,如果是涨停形式的反包,则可以持有到再次分齐不涨停。 如果只是冲高位模板,则要考虑次日直接举行,不要略战。 举几个例子,一,中科信息。 中科信息,爱华丰股份,2018年到4月27日,华丰股份。 三,华丰股份,华丰股份,四,红川聚会,红川聚会。 再说两个很多人以为是反例,但其实也走出来过只是先手吃肉,后手挨揍的例子。 一,4月12日的盘龙料业和7月3月的新锐科技,盘龙料业,新锐科技。 二,小杰,大家也可以寻找下其他类似的情况。 注意,这种情况针对的只是龙头股的第一次分歧。 而且注意这种分歧的分时,一般都是小政府的十字星形式。 十字星就代表着看空的人立场资赢,看好的人低息。 相对来说,第一次分歧是先手的买点。 而在当下,先手非常重要,卖出时,要果断,反包不成功或只是冲高回落,即是买点预期只是反包,并非两波。 第三步,龙回头的反包。 这种一般出现在龙头股见顶后,已经过了上面说的手艺反包阶段,在回调过程中出现的反包,也就是常说的龙回头。 这种龙回头的逻辑就是,一个龙头在深度回调后,第一次见顶追高的资金已经割肉,市场短期找不到代替者。 抄底资金选择利用龙头的股性来尝试两波,形成的龙回头。 这种龙回头一般就是对龙头股形成一个双顶,少数走出连贯性也就是二波的,就像你白米跑到终点撞线了。 经过一段慢跑,也就是手艺后,还会有个慢走级你才能停下来,即少数会重新开始跑步,也就是两波。 一,买点,见顶后深度回调下来,回调的高度距离高点一般二十点左右,回调到五日线或者十日线的缩量即杀出低息。 这种调整周期一般在二到五个交易日内,注意是低息为主。 二,卖点,注意大部分的龙回头就是一个双顶的特征,所以一般低息后,第二天或者出现半充板当天,就考虑下机制赢了。 同样的如果低息后,第二天并没有直接拉升,但是也只是一个继续的缩量调整,那么还可以再等一个交易日等待百包。 上述会走出两波,需要盘中判断。 但二波的标准肯定是连板,举几个例子。 一,智慧农业,18年2月22日和23日,这个股22和23日两天都属于低息点。 如果22日低息的话,23日因为是缩量继续调整,且没有破22日的低点,可以再等一天。 智慧农业 二,贵州人气,18年1月22日,该股方大量见顶,第二天盘中出现急沙,距离高点回落21点。 23日盘中科急沙中低息,此日龙回头反包,形成双顶。 贵州人气,三,永和智控,18年5月15日的反包属于首因反包,之后调整2日,17日盘中出现急沙,距离最高点回调达15点。 操作中可以考虑低息。 博取龙回头,第二天盖股反车版,并且这个股其实试图走一次两波行情,也冲力了新高。 但是因为减持影响,在5月22日监定,永和智控。 小杰,注意这里说的是龙回头,多数情况下是龙头股第二次分歧后的反包。 这种预期多数就是一个刷顶结构,相对于龙头股第一次分歧的低息。 这种买点有潜伏和推测的部分,所以在持股周期上,就要根据量能的变化,要宽限而到三个交易日。 第西买,出现龙回头卖。 第四步,龙回头的超跌反车版,这种属于龙头股后期的反包了。 更准确的说是超跌反弹,其实任何股都有超跌反弹,只是这种龙头股的超跌反弹概率上更容易把握和跟踪。 它们出现的阶段一般是龙头股陷入长时间扫折一跌后,开始出现起稳现象起稳的形式,一般都是锁量小阴小阳性不再创新低。 然后出现反车版,出现的周期一般是镜顶调整15到20个交易日,调整幅度一般30点以上。 一,买点。 这种因为是超跌反弹的DC,买点主要是出现止跌信号,缩量的小阴小阳十字星。 不再创新低的DC,但是并不一定DC后马上返车版,所以如果接下来一就不创新低,可以持股等移到两个交易日。 二,卖点。 目的主要做的超跌反弹,所以反弹出现大阳线,就可以择机直营离长,偶尔也会有反弹出两波或者三波。 举几个例子,一,万幸科技,一八年四月到五月出现三次万幸科技,二中科信息,一七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出现三次中科信息,三,四穿双马,一六年十二月出现两次,四穿双马。 小阳,相比于龙头第一次和第二次分歧后的反暴,这种超跌反弹的逻辑,并不再是上涨的惯性。 而且超跌,只是因为它们都曾经是龙头股,股性比较活。 所以在超跌的情况下,一旦有资金点火是容易上板的。 注意,这种超跌反车板的买点,主要是低吸在缩量齐稳处,尽量不要去打这种超跌反,因为很容易封不住的。 但是可以去打超跌反弹的二板逻辑,使这就有了走二波的概率。 注意这段话很重要,不要去打超跌反弹的一板,可以考虑打换手出来的二板。 举几个例子说明下上面那顿话的意思,贵州人气,红川智慧,万兴科技。 总结,基本上龙头股的反暴主要有这三类,从概率上讲,第一种手音的概率最大,操作上也更容易,龙回头和超跌反车板的概率依次降低下,同时对买入时间要求也更严格。 但注意,不管怎么说,对于龙头股的买点,介入时机,都是以低系为主,而不是追高特别是机会打板,低系博弈的空间更大,性价比也更高。 但,说到底做龙头的反暴,并不是做的龙头主声浪。 所以预期上不要总想着连板,心理预期合理去监视,一个当天的反暴再一次次日的冲高,大约在十五点,或者仅仅是一个冲高回落,大约再加五点,也就是五到十五点的收益,当然并不是每个龙头股,都会出现标准的手音。 反暴,这篇主要讲的是一个基于概率和逻辑,生长的惯性延续,或者超跌反弹上的可能性。 世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个股走势,但经验是可以总结和学习的。 希望大家好好体会一下,有问题可以交流。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